香港九龙城寨曾经是香港人口中的三不管地带 在1994年彻底消失之前 色情赌博和贩毒非常猖獗 被认为是城市的毒瘤 但是今年由香港全民票选 九龙城寨成了十项香港人最爱的百年建筑 这次的展览正在台北展出 同时邀请30位香港青年建筑师 结合大排档等等香港的文化记忆 一起想象香港未来建筑的可能性 九龙城寨 恶名昭彰却又充满独特生命力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建筑师 另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 我们给他一个名字是杀不管 杀不管就是真的什么都不管 占地不到三公顷 曾经聚集五万多名人口生活 杂乱不堪的九龙城寨 是港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罪恶之城 但就在1994年彻底拆除之后 这里成了一处怀念之地 甚至有了网路粉丝专业 但是他们现在有感情 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最爱 所以他的选择作为十个建筑记忆 由香港人最喜爱的前十名百年建筑打头阵 香港建筑展用设计勾勒香港过去 现在和未来 金勇武侠小说 八九零年代的桌上型电玩照相机 和香港老一辈偶像的CD卡带 陈列在命名为香蕉点的碳位上 这些都是建筑师萧国健带来 要和台湾观众进行回忆的交换 把这些书放在这里 观众可以过来 如果他喜欢哪一本书 他可以拿走 然后他可以把一些 好的回忆的书或者音乐 他可以放进去 还有人用崭新的建筑模型制作技巧 创作灯光艺术装置 在香港特有的大牌挡下 怀念正在消失的街头影视文化 大庞大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已经是一个 快要消失的一个文化了 然后我们想到 不如用烧鹅来做我们创作的概念 包括用3D打印 然后是雷射切割 香港建筑展集合30位香港青年建筑师 展现对历史文化的记忆 想象香港建筑设计的下一个白年 下面 下面 fluores游戏词